其實是過貨的 所以 有一少個是要開 要不要擁有的 OK 好 謝謝 OK 好 首先呢 歡迎各位來參加這場的演講 我在講 微軟跟Open Source應該搭的上編了 因為微軟從 SQL Server 2017 之後 我們開始 然後 現在基本上他已經 跟 Open Source 搭的上編了 我給各位看一個 你沒看過的東西 我或許我不知道 PoSquid Sinkler 是否得到自己的命令 但是你看一下以下的命令 謝謝 我給各位看一個命令 這個不太特別 我就是一個Pandas 在Sinkler社會裡面 麥克風借我 這是一個Pandas 那他就是把Excel入進來 就是這樣 那因為我本身 我等一下自我介紹一下 我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行程式 因為微軟是Open Source 那當然我要給各位看 跟今天的主題有某些相關 又有某些不相關 各位看一下 你是不是看到 Python 你看到的是SQL Statement Python跟SQL Statement 它竟然是可以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是Microsoft來講的話 基本上 它是另外一個資料庫 因為我本身也都是在關聯資料庫裡面做的 我也非常期望就是說 或許 比如說買SQL 或者是PostgreSQL 它能夠有這些功能 它把那個Python 整合到那一個資料庫裡面去 So far PostgreSQL有用過 有用過這功能嗎 有辦法用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本身是PostgreSQL的User 當然也是產品開發者 並不是開發PostgreSQL 那我是用PostgreSQL 去開發一些產品 So far PostgreSQL 你可以這樣做 有沒有人知道 還不這樣知道 OK 這非常強 意思就是說 你Python能夠做的事情 全部在SQL Statement 全部做掉 那這個是在關聯資料庫的一大部分 那我相信 在PostgreSQL上面 有很多expansion 或許都會遭遭看 或許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我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身的 Sharing 所以跟我今天來的主軸有點關係 我本身在趨勢科技 Charing Micro就在隔壁的 工作軟體公司 担任AI的產品經理 那我本身還有在Microsoft的大陸 Channel Channel的部分是SQL Server 還有上A9的產品的東西 也本身是Oracle的Channel講師 Oracle Database 也是蠻新的 PostgreSQL我是User 那我這個User 在基本上 我是在Channel Micro裡面 我拿了PostgreSQL去開發產品 他們開發了一套產品 然後跟C-Shop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本身也是PostgreSQL的愛好者 那我今天會講這個主題的原因是 因為在剛剛我聽前一個講者 他說在國內 有些PostgreSQL的User 可能是多遠不太多 但是在國外非常的多 我們的產品賣出去 這是我們的產品 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產品呢 它叫做DOM 就是Channel Micro 它Publish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 Support 我們有三種 database PostgreSQL MySQL 還有SQL Server 那根據我們的調查 在國外 很多人喜歡用PostgreSQL 第一個它是Open Source 它可以加很多Extension 所以我們本身也在搜尋 Microsoft到底能夠幫國外的客戶 拿到哪些東西 第一個它可以在Agile上面進行 我們馬上進行 Agile上面的PostgreSQL 它的建立方法呢 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這個是Microsoft的Agile 那你可能會有一點點想知道說 Microsoft上面的Agile的版本 跟你D端的版本 是不一樣的 答案是一樣的 都是Community的版本 那本身它從9.5 9.6到10.5都OK So far 11版的還沒有出來 那也就是說 Standard的 Stable的它都已經有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建的 建在一個PostgreSQL 比如說All Resources 那你這邊要打算做新增 那你新增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Database 以這個地方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這個資料庫 在這個地方 Database這裡來講 我再按一下新增 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這個Database這裡 你點進去 你可以看得到 有PostgreSQL 跟MySQL 沒有 兩個都存在的 原理是這樣子的 因為像 Vicrosoft 它的A9 是部分平台的 也就是說 你是 open source 或者是 一般的 commercial 的 全部都放在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什麼做的 PostgreSQL 什麼 建立的 非常簡單 幾乎 我們國外的客戶 用我們的產品 大部分都是用 A9的 這個PostgreSQL 你只要打 這個PostgreSQL的名稱 至於 它的FQDN 它自己會給你 PostgreSQL 那你這個名稱 那你用哪一個 resource group 你這邊可以選 比如說 這是QMICLE的 以及 如果說你想 打入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打一下密碼 好 再來一次密碼 那你選的區域 就非常方便 也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 靠近你 自己 公司的地方 這個就是 版本 它的版本 是 9.5 9.6 到 10 那也就是說 你的客戶 如果 糖瓜 在這個範圍裡面 幾乎都可以用得到 那這樣一來呢 它 最重要還是有些 付錢 你如果說 你今天狀態是狀態的地端 你狀態地端 是不是也要一些 硬體 對不對 但是它本身 它不需要 額外付 license 因為它也是用 扛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樣一來 方便 簡單 跑路地上 說 因為基本上呢 在 我的公司 他是 全麥可 他們非常崇尚 是 open source 全麥可 所以 在open source 的情況之下 我們 所朝的方向 就是 不管是 自己 架設 或者是 一樣的 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都是非常 滿意的 OK 它這個時候正在建立 那這個在建立的時候 我們就回到 稍早之前 我建立好的部分 那稍早之前呢 我建立一個 PGDL 那你怎麼連線呢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 live demo 給各位看 第一個它的連線之串 從這邊 第一個 你可以從 這邊 這個就是了 它會設一個FQD 給你 我們 國外客戶呢 基本上 他不太想管機器 因為有時候機器會死掉 重點是 car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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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會死掉 所以如果說 在 不受用 它會影響的情況之下 當然有好幾家 像 AWS 也是OK 另外一家就是 像A9 當然你可以用 GCP Google的 那一次OK 那接下來就是 能源後 價格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 以三大廠來講的話 像 Train Micro它本身 基本上 三個都有用 那 so far 它的 保留就是 好 那以 那個 穩定性 跟availability 上面來講 絕對是沒問題的 OK 已經好了 它已經建立好了 那建立好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呢 它這個是 它的FQDM 然後這個是帳號密碼 我們來連線一下 這邊呢 有一個連線的 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叫PGAdemy 那PGAdemy呢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 補列一個 用Server 那用Server呢 你可以把它打開 所以 從上 Open Source 但是 它不想花時間 好 在那邊 就是 這是 UserNet 因為它不想花時間 去Management 但是 Infrastructure 因為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就是 Hardware Networking 這個很難 除非是做虛擬 so far 虛擬的話 你自己在家裡 也不需要來做虛擬 OK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打入帳號密碼 我們再看一下 帳號密碼再打一下 密碼 是生密碼 好 那我們把它縮小了 在這個地方 連線 試試看 把它阻存起來 OK 是OK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把它存起來 SET Password 好 那等一下呢 它就會 從這個地方 這個是你的Word Qualify Name 然後這個地方 在這裡 Password 然後在這裡 SET OK 它就連上你 扣斷的字幕 而這打字幕 SSLR 所以呢 如果說 你今天扣到SSL的問題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點過來 再縮小 這個地方 Enable 那當然它有防火牆的用途 重點是防火牆 那防火牆 比如說我現在看IP要加 否則 你 Hiker就一直打你 因為 Chair Michael 基本上是防火軟體公司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是一定的 就像你設的那個 Firewall 在家裡有自己的 Firewall 這個地方 防火牆要設 所以防火牆就是你現在IP 那我是透過我的手機 去的 So far再轉一次 再試一下 try again 在這個地方 讓它try again 過了 所以呢 國外的客戶呢 就已經可以連上 他自己借的資料簿 他自己借的資料簿 我們不可以接觸 他自己借的資料簿 這個資料簿 還可以接觸 這個資料簿 我們來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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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微信做的 你又沒有裝防滷軟體 或者是你中了防滷軟體 你敢保證不會有 Rainsaware 或者是 DDOS攻擊嗎 很難 基本上非常的難 原因是這樣子的 中了你中了防滷軟體 它大量的攻擊你 你沒辦法打 但是你用雲端的好處 就是說我裝的是community的版本 但是打的是打 Amazon是打GCB 或者是打Microsoft 打發打發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打不打你 從派客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怎麼叫它不要打你 就是當它怎麼打你 它怎麼打你都打不打 它手軟之後才不會打 這是派客的角度 那接著呢我們來創建 從我公司的應用程式 來創建那個資料簿 so far呢這邊是沒有任何的database 它只有一個 Postgrid SQL 那現在呢我們連回去 連回去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FQDN 那FQDN呢我就連到這裡來 so far 好 Test connection 我先測一下 perfect 公了 這是客戶買我們公司的產品 我們公司的產品是做一件事情 它呢要去把數據的download下來 這個數據就像今天各位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這間大學它有一些活動的database 它可能放在雲端叫做Makito 那它把它當入下來叫地關的Postgrid 那我們就要做這兩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地方 或者選擇或上去 那我們的客戶都有 所以接著 測完之後 緊接著database呢 我們來建一個database 我去打database 那這個database呢 它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 所有很多事情都是做Cloud 那你的data是在Cloud 拉下來 塞到我的Postgrid 那Postgrid是放在 現在我今天電話是放在A9上面 但是把它塞進去 噢噢 失敗 已經存在了 好 已經存在了 OK 它已經存在了 是什麼意思呢 在這個地方 好來 再來一次 這個地方 在這個DG2 Save 好 Save起來 Live Demo就是會有這種東西 好來 那沒關係 掛了就在重做一次 嗯 因為剛剛是第一台 那現在是換第二台 好 換第二台 那收放呢 它在建立的時候 不耽誤多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呦 還在存在 好 存在就好了 好 存在就好了 就好了 好 直接讓它跑 那讓它在跑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可以有個好處啊 用A9呢 或者是用自己 你可以有個Monitor 那等一下就 打出來了 哎 不錯 就在這個地方 好 就是剛剛我預計要建的 這個Database 叫DOM 那你說 除了這個管理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管 這裡呢 你在A9上面 譬如說 以這裡來說 我選這個 DOM 好 PGDOM 這個地方 選這裡 然後呢 還可以用Console的模式 Console模式呢 也就是說 可以讓你 直接在這邊下命令 來 我們來開啟 這邊下命令 那下的命令呢 你就可以 來的之前 我做了一個給你 多久 好 好 來的之前 那譬如說呢 你用這個 套件 愛上的 這個地方 然後Pinders Pinders 是讀資料最方便的地方 那你就把它讀進來 用什麼讀呢 你用那個 Recycle 你可以去讀 就剛剛我 這邊的資料 立得的資料 這個是我立得的資料 就是剛剛 我在 開始的時候 所讀的 在這裡吧 讀進來吧 我看到沒有 這有個好處啊 當你在開始 新增資料的時候 你這邊呢 就可以看得到 包括 含這邊的 schema Table的 這個地方 在這裡 然後呢 往下來做 你可以看到這個 Table 這是從 雲端拉下來的 你可以從這裡 那 從這個地方 來產生一個 SQL指令 Script 裡面 從這裡來 對一個 客戶來講 如果說 他不太會 可以 管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因為 他重點是 把那些活動名單 拉下來 save到 database 做analyze 那做analyze 他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做分析啊 他分析的角度 比如說他可以用 海藏 他去分析說 今天這些年齡層 在哪個階段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分析 比如說 員工的 人數 他就可以直接用 Mapra 然後 海藏 就可以直接 那我們現在 有做幾個產品 第一個 我們 Postgrid SQL這邊還在try 我們 SQL Server這邊 已經做了一件事情 買SQL 我們也在try Postgrid也在try SQL Server這邊整個是 Python 直接在上面把資料 拉下來 畫圖 畫圖之後 Email都送出去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try 看看Postgrid SQL能不能直接直接 可以執行 如果可以執行 那是100% 不能執行 還是100% 因為說真的 他也是open source 他真的是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 如果說 我今天想下這個指令 在這個地方 想下這個指令 Select 你就可以執行 這個部分 你把資料呢 去把它抓出來 這個就是 在裡面的資料 再可以從雲端呢 然後呢 抓給BGR的密 那把它拉回來 OK 這個就輸了 那取決都是在網路 那因為 我今天特別的是用 我手機 因為我不知道這邊的網路 所以用了手機 Alright 所以呢 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想 補約Database 也可以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要補約一個Database D02 二個Database 你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呢 這樣一來啊 就可以從這裡 補約一個Database 就可以做了 所以你可以用卡門後 在這個地方 來直接把Database 能建起來 這邊你看 這樣就建起來了 那建起來之後呢 就回到這個地方來 好 等到這個地方 你看再查出來 那 回到這個地方之後 再refresh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說 如果你想知道 我現在的 我問各位幾個問題 因為我來自資安公司 好 來自資安公司 請問呢 有多少駭客在哪裡 嗯 你可能不知道 那你的IP呢 你可能還要再去處理 然後你過去多久的時候 它的交易量的狀況 是透過這種方式 你從它的Database 幾乎都可以看得到 幾乎 在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 在 行為上 的監控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包括 Activity Log Log 全部都有 包括在什麼時候的 Log 防火牆被打開了 諸如此類的 OK 說法 我還有幾分鐘 所以呢 在今天的主軸上面 我主要是以Dable為主 那讓各位知道說 Microsoft本身 Microsoft本身 已經 也跟Open Source 早就搭上邊了 尤其是C4 Server 在2016年的時候 他跟R 整在一起 那可能各位 呃 不是熟那麼熟 C4 Server 好 因為 不是每一個人 他都會有那麼多時間 打緊 好 那沒關係 那2017 資料部已經在Leaders上面用 所以呢 接下來 launch了之後 A9上面就已經launch了 COSPIC 我跟MySQL 包括 COSMOS DB 那 那 收拔是太遠 我們就focus在 那個 一件重點 重點是這樣子 我給各位看一個 很重要的 我們所有的客戶 去世人 所有的客戶 都是來自於全球 我們追他的營收 在哪裡 今天有講 有 有講 你確定嗎 有 給各位猜 至少你先知道 去世科技是哪些公司 不然我就窮了 趨勢科技 最大的營收來源 給各位猜一下 你再給我一次 有沒有人 打 你們知道 這營收來源 一定不是大陸 大陸是 他有自己的什麼 金山什麼霸 給各位猜一下 美國對不對 這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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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答對了 兩萬 有沒有 在亞洲 這營收 來兩萬 ok 兩萬 所以呢 去世科技 最大的營收來源 是在日本 那日本的 我們的客戶 基本上 我們需要讓他做到一件事情 商機在群球 所以呢 我選了 Microsoft 的 PostgreSQL 或者是 MySQL 我們最重要的是 剛剛 我剛剛有看到一些異層 叫做資料的replication 同步對不對 等一下好像有一個異層的解釋 如果你想你自己的公司 要跟歐洲做同步 或者是跟美國做同步 你的列入從哪裡來 你要自己拉 太 太虧了 最重要的 你要怎麼做 你用 用 GCP 用 Evalon 或是用 A9 上面的backbone 去做同步 那同步呢 我跟各位講 我在美國 一筆資料進來 到日本 不用兩秒鐘 馬上做 透過 A9的backbone 去做 你不要自己拉 你自己拉 像我去世科技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 錢去拉一個backbone 從美國拉到日本 美國我們是很多公司 很多分區點 然後呢 日本才是我們真正移抽的很大來源 那我們怎麼做同步 我們用A9的上面的PoSquid 系統 去做同步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啊 重點是 它穩不穩 我跟你講 它標榜四個9 這邊有微軟的 我不是微軟 現在是G 反共你用微軟的PoSquid 沒有達到四個9 寫信問他 請問正開怎麼來 是可以求償 對不對 反應是沒有問題 因為 就我們用那麼久 比較不會出問題 除非是PoSquid 不小心把他倒掉 那就沒話講 好 四個9已經很高了 四個9是0.01 所以原則上呢 第一個 他幫你管 你幫自己管 那你 你 大樓下面找管理員 是不是要出去 一點點 那高可用度就沒問題 還有人幣的事就沒問題 重點是 有問題找微軟 被攻擊你還是找微軟 那 基本上這個 你可以跟其他群組在一起 也就是說你在做 用Community 從Community到Commercial 我們可以大可用一些 Community的Software 但是你要從事Commercial的行為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最好是可以選一些PoSquid OK 所以基本上 Tunkey 就打開 就可以做程度了 好的 所以呢 這個是我剛剛介紹的產品 For Markito 這是一個全球 為什麼會選他呢 原因是這樣 他全球在電腦 好 那以前 我有一個老闆 他問我說 那如果說 我要兩分鐘 如果說我的資料庫 設定在亞洲 那我同步到日本的時候 那又同步到歐洲 然後突然美國 關於都出問題怎麼辦 我跟老闆講 這個問題 我會講回答你 到時候 你也不在 我會說 你全球的所有Data Center都掛了 老闆你也不在 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會拒絕回答這種假事情 所以老闆說 很有道理 還不錯 所以呢 剛剛呢 我就Demo了 是透過這樣子 很快的只有30分鐘 那這30分鐘呢 基本上 你能夠學的 我就儘量跟各位講 讓你知道說 真正在商業用途 他是怎麼用的 最後一分鐘 因為我本身 還沒跟各位介紹我是誰 我叫 路易斯洋老師 我這本身是講師 我本身今天也有課 我是中午 還跑過來的 那重點是在這裡 我本身非常熱愛 Open Source 我本身也是教學者 所以 在資料簿上面 我雖然是用的是 SQL Server 但是你本身可以在上面 找到很多的 Post 3 跟MySQL的東西 那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SQL Server跟Python 或許你可以去參考看看 好 各位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所舉的範例 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有一個CSV 要會進來 最後呢 怎麼會 在這個地方 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在你的 看到沒有 在你的Database 用Python 我也期望說 Post 3 SQL 也有這個功能 如果你有開發出來 或許我們可以聯絡一下 OK 好 那今天呢 時間有一些回到 就 講到這裡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